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会把它贴到云端上 你自己再试啦 因为这个变成后面的部分 又会更上一层楼 当然如果你现在程度 还不到那里的话 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但你现在先知道 我怎么做的 OK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去揣一下 那怎么找到原因 针对那个原因去找到答案 OK 其实都是有一个条理可以遵循的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比如说我三个好了 那刚刚我是一定要一个一个三 这样一个一个三 那如果说我今天三一个范围的话 基本上可能就会遇到状况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判断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那储存格当然都单一的 可是如果它是一个范围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我按delete你会发现 会不会删掉 会删掉 那我怎么做的 其实我的推理是这样 第一个 先判断什么呢 你删除的这一个范围 它删除的是不是一个范围 如果它删除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我就用删除范围的方式解决 那如果不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就是用刚刚的方法 所以特别之后多一个逻辑判断 我写在哪里 基本上我是写在这里 写在那个 is empathy的上面 我再多写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if empathy这边 本来是写到这边就没有了 但是我是在它的上面 多增加一个叙述 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是不是一个array array其实是范围 就是正列 OK 那我就把那个target and value 就是说这个范围呢 拿过来先检查一下 是不是一个array 如果是array的话 表示呢它正在删除的是一个范围 那我就针对那个去做 所以关键就是这个 这一行 OK 那反之就没有就跳过 就是按照一般性的处理方法 OK 那比较难的是什么 我要怎么知道 删掉的那个范围 是哪一个 那我基本上我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它一定是b到f栏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知道的就是它从哪一列开始 从哪一列开始比较简单 就是range 所以这边range特别之外 range除了可以中间在冒号之外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说 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这样叙述 也可以这样叙述 所以在range里面呢 你也可以跟他讲说 从这个储存格你可以用sales 这个的话就是sales什么 target and row 意思说它一定会抓到它现在哪一列开始 所以呢哪一栏 b 所以特别主要这个指的是这个位置 到哪里呢 到这边f 所以基本上后面也是加sales f这个是固定的 那最难的就是说 到底它这边到哪一个 有没有哪一个列哦 那哪一个列哦 刚刚试了一下 其实